吉隆坡交赖因为传出肺牢病例爆发的消息 引发国人高度关注 对此卫生部部长扎利哈宣称 巴生谷一带确实出现了肺牢病例 但是他表明这并不是流行病 卫生部也会全面监督病例 借此消除不实的揣测 我们的家和公司都在看了 关注这些事与我们的事与不合理 我们的事与不合理 我们的事与不合理 因为我们的事与不合理 因为公司是有关的 因为区牢病例有的 只有在区牢病例 所以我们的事与不合理 所以我们的事与不合理 如果有什么样的 特别的病例 特别的病例 像是与其他病例 就继续持有关 今天在部城出席活动的部长表示 肺劳患者一般都会出现咳嗽 发烧 食欲不振和体重下降种种症状 因此呼吁出现症状的民众尽早就医 部长指出民众也可以通过手机应用程式 Maisjatra了解社区实际病例的数字 部长同时大派定心丸 强调民众可以透过接种疫苗预防这一类疾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